这个北斗船长穿的也挺清凉 朋友们 他这个耳坠怎么还一闪一闪的呢 还带光效呢 一亮一暗一亮一暗 这么高科技啊 相传此地曾有一个繁华的村落 村子里呢 有一对感情特别特别好的夫妻 结果有一天 突然来了一只可怕的魔物 妻子在外采药被魔物抓走 丈夫心痛欲裂 不久之后也变得风风电电 魔物十分嚣张地告诉村民 想保住性命的话 就把村里的小孩子供奉给我 常见的小段 怎么会有这种大坏蛋 必须要好好教训他才行 要献上祭品 可是魔物十分强大 村子里的人害怕他 只能听从他的要求 然后把小孩子送出去来 表面上是当做祭品 实际上他要杀了这个魔物 他深藏一把驱魔剑 假装十分害怕的走到魔物的老巢 随后大胆出手 一番苦战过后 总算是解决了魔物 果然如此 再后来 他因为自治过人被仙家收留 拯救了一段佳话 只可惜仙凡永格 他也从此无缘再入城市 这是不是在哪里听过呀 好像有某位仙人 跟我们讲过 差不多的故事呀 不知道深河此时心里是什么想法 没想到自己的经历 居然被人世间的凡人传唱了 嗯 所以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这我倒是没有想过 戏曲创作包含解读与演绎 难免会对真实人士进行改变 父亲在写这出戏的时候 应该也是想借戏曲中的那位神女 让更多人受到鼓舞吧 嗯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一个我理想中的故事 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吧 相比于真实发生的事情 这个戏曲肯定是经过艺术加工了 可能有些地方是美化了的 而且最终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也不算美好